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努力超过失去的速度 我们就来得及 台湾就会多彩多姿 多彩多样会非常的美丽 而且会非常的活和昂扬 因为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出生妈妈教的话 都是她第一个听到天使的声音 每一个人的母语都是最美的 甚至如果你懂得把那个语言保存 或者你懂得那个语言 你就开了一扇窗 你走出一个门 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 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是灵魂 语言消灭 文化一定断 母语团 粉饭 你想 你怎么可能用北京话 冲散国打财产 但老实说 如果单一的语言 就能长期统治的话 今天应该不是秦始皇 而是秦一百皇 秦一千皇 结果秦朝的历史最短 可是你看看欧洲很多国家 他尊重 所以他的国民可以用很多种语言 没有妨害他国家的团结 而却有利于他各种传播 而且多财多质 多财多养 大家比较听得懂哪一种语言 或者你在当跟他对谈的时候 他比较听得懂哪一种语言 你快用 尽量用他的语言 这是另外一种尊重 大家可能觉得民进党 就是说第一 民进党就是要消灭北京话 消灭国语 说民进党把每一个都叫做国家语言 连所有都是